在书葛辉雄之后,胡龙的断计较到了29,31,从西部第10,掉到第11,距离西部第8的马次,还有三分胜场的差距,而且,还第9的古王和第10的森林郎,看起来都容金虎猛的,现在看来,45,剩37次,这个断计是西部第8的最低端准了。 那么,胡龙的怎么样才能达到45剩37负呢?胡龙现在正继29剩31负,那么,接下来至少需要16胜6负,才能达到45胜的要求。 16胜6,负什么断议呢?72.7%胜率,这个胜率,比西部第1的勇士还高,雄联盟仅次于雄鹿,然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胡龙胜下的赛程。 16胜6,另红胜夹出的是对阵东西部前赛的球队,另红胜夹出的是对阵普通巨贺赛球队,东西第5,8年,分胜夹出的是巨贺赛直接竞争对手,直观上就能看出,胡龙接下来的赛程,简直就是军心正破。 接下来,要跟东西部前赛的球队交手7次,分别是,全联盟第1的勇士X1,西部第2绝军X1,根部第2猛龙X1,西部第3楼平X1,西部第4开拓者X1。 另外,还要跟普通巨贺赛级别全队,东西第5,8名打8场,总共22场比赛。 15场对手是排名东西队前8的。 另外还有一场比赛,是对阵直接进后赛竞争对手国王,剩余6场对手为乐透区。 如果胡龙要在接下来22场比赛中,取得16胜的证据。 那么,在对阵东西部前赛的球队的7场比赛中,球队至少要取得4胜3负的证据。 另外8场跟进后赛球队的对阵,有胜3负。 上下7场跟飞机后赛球队的交手,7场全胜。 只有这样,胡龙才有五类上的可能进军聚后赛。 这个难度,可想来之。 而且,还要考虑到3月份的五年赫,以及几次被靠队的赛城。 再考虑到胡龙接约失给了皮胡和灰熊这样的对手。 可疑乱不讲,就算胡龙那天发昏,真的拿到了45胜。 能不能进军后赛? 还得看哪次,胡龙,村林郎。 必须得盼着他们三个都拔不到这个战绩才行。 得给胡龙队的时间,真的不丢了。 回想赛季之初的时候,美国媒体就预测胡龙将胡龙进后赛。 现在看来,人家还真的是等球了。 赛季开始前,美国媒体预测胡龙将胡龙进后赛。